国际新闻方面 韩国闺蜜干政丑闻令总统朴槿惠四面楚歌 由在野党发起的弹劾总统动议 已经争取到了至少40名执政党议员的支持 那韩国民众的据传也将在明天举行大示威 要迫使朴槿惠辞职 预计将会有200万民众参与倒朴槿惠集会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在推动弹劾总统仪式上不断发力 在国会300个议席中 在野阵营占了171席 共同民主党除了争取到朴槿惠所属的执政党大国家党40名议员支持外 也极力游说其他党派议员加入 共和民主党也同另外两个在野党达成协议 争取在国会会期内拟定提交和表决弹劾动议 期望最快下星期五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表决 韩国民调机构的调查发现 八成受访民众赞成弹劾朴槿惠 最新民调也显示 朴槿惠的支持率从一星期前的5% 进一步下跌到4% 创历届总统新低 受国内政治危机影响 韩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上个月的101.9 降低到这个月的95.8 为7年半来最低 信心指数低于100 意味着预期未来一个月的经济和生活情况将恶化的消费人数 超过预期生活将会改善的人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